走一趟加一動是魚市場 想要找白廠 不是每個攤位都有賣 因為野生白廠的數量少 快要過年了需求量高 價格一路飆漲 現在量都不多 價格這種的話 大概一公斤 大概兩千五左右 平常就貴 到過年的時候需求要變大 它價格就上去了 魚市場一公斤就要賣兩千五百元 而且現在距離過年煮年夜飯 還有一個多禮拜 之後會越來越貴 年關進了它價錢會越高 往年都到三千多 現在是還在兩千五 還算平價 如果我們不到白廠怎麼辦 有其他的可以 有 就是一般的金銅 過年吃白廠 是因為廠這個字 寓意好有昌盛的意思 如果覺得白廠太貴 買不下手 像是金廠 黑廠也可以替代 以魚市場的價格來說 黑廠一公斤兩百五十元 和白廠一公斤兩千五百元的價格 就差了十倍 而且白廠還會越來越貴 走一趟菜市場 不少婆婆媽媽聽到白廠的價格 都有點卻步 都很貴了 都沒有買 不會買那麼貴 不過有些民眾到了過年 還是捨得花 畢竟白廠的口感嫩 香氣比較足又沒有細刺 所以合家團圓的年夜飯裡 還是很受歡迎 不過民眾在消費之前 要有點心理準備 免得被價格嚇到 三立新聞廖國雄 劉安